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好麦出好面 吃面就要吃谈面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MG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1月14号在北京举行 根据过去一年收视和口碑表现 多部电视剧分货年度大剧 年度优秀电视剧等荣誉 总台还发起成立中国电视剧精品制播联盟 盛典实况春节期间将在央视综合电视剧等 以及相关新媒体平台播出并揭晓荣誉结果 随着春节的临近 在青岛北开往曹县的C675自列车上 列车工作人员写春联剪窗花送福字 为车厢营造出了浓浓的年味和家的气息 列车上爱好剪纸的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剪纸记忆 遨游太空和活泼灵动的兔年生肖图案最受小朋友的喜爱 列车工作人员还为小朋友们介绍中国空间站知识 并带领他们一起动手剪纸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快过年了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深深的 一个美丽的名字 岳瑶青瓷 浙江慈溪的上林湖是岳瑶青瓷的发源地 中心产区和密色瓷唯一产地 向来被国际讨意界视为瓷疫圣地 今天我们将会走进岳瑶青瓷的故乡 去感受一下青瓷和密色瓷的独特魅力 享有青瓷露天博物馆的美誉 这里风光阴泥 岁域铺地 岩湖分布着上百处古遥遗址 遗址是中外陶瓷研究者心中的圣地 上林湖所在的慈溪市春秋时期属于岳国 唐代时属于岳州 这里出产的慈溪被誉为岳瑶青瓷 2011年岳瑶青瓷烧制记忆 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上林湖岳瑶遗址边上 坐落着这样一个古朴而又典雅的建筑 它就是上林湖湖畔的岳瑶青瓷博物馆 穿越千年历史的岳瑶青瓷 究竟有怎样的独特魅力呢 让我们一起去里面寻找答案 上林湖岳瑶博物馆的青瓷展品 北宋岳瑶青瓷蝉蝉燕笛 是我们的正观之宝 它的原型是一只蝉蝉 就是我们俗称的癞蛤蟆 蝉蝉形状的燕笛呢 有一个美好的意义叫做蝉功折柜 很多窑口比如说岳瑶 龙泉窑 景德镇窑 生产过很多陶瓷制品的 这样的蝉蝉燕笛 但是就目前的存世而言呢 这件事最为完整 最为精美 造型也最为灵动的 非常的罕见 蝉色瓷是岳瑶青瓷中的特制瓷器 因右色 青壁 晶莹润泽而得名 千百年来 蝉色瓷的身世在学界和民间 一直众说纷纭 直到1987年 在法门寺唐代帝宫的考古发掘中 14件蝉色瓷器 在晨漆千年之后重回人间 经过专家的反复认证 这些蝉色瓷的产地 正是上陵湖月瑶 这个是我们复制的 法门寺帝宫出土的物掌碑 上面很明确地记载了 当时共分了有蝉色瓷碗七口 蝉色盘子碟子共六枚 这些是在我们上陵湖后造瑶 纸出土的各种款式的 主要是葵口的花口的碗展盘 其中有一件 也是我们蝉色瓷当中 最典型的器物 叫做巴伦净瓶 出土的时候 上面有一颗很大的绝巾宝石 中间肚子里面 还有29颗五彩的宝石 时间供佛的礼器 这个在我们后扫摇纸 在底款上面 都跟法门寺基宫出土 是一模一样的 写了一个公字款 所以也是印证了 我们后四号摇纸 是密色瓷的原产地 荷花新摇纸 后四号摇纸 围绕上陵湖 方圆数十公里的区域内 密密麻麻地分布着 自东汉至北宋时期的 120多处古摇遗址 自上个世纪初至今 围绕岳摇的考古工作 始终未曾间断 第一次的考古发掘 是在1993到1995年 对荷花新摇纸进行了发掘 后四号的考古发掘 是从2015年的10月份开始 重大发现有这样几个 一个是发现了完整的 这个摇厂布局和作坊 第二个是让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了 这个密色瓷的面貌 第三个是我们了解了 密色瓷制作的工艺方面的技术 那么最重要的 这次发掘的成果 就是我们确认了 后四号的摇纸 就是密色瓷最集中的一个生产地 孙薇是岳摇清辞 烧制技艺的传承人 他的手艺传自于父亲孙麦华 80后的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消失千年的密色瓷 重现光滑 揉泥 拉坯 修坯 刻花 上釉 他一步一步探寻着 密色瓷烧制工艺的秘密 他采用的是一种极为独特的 单件烧制的工艺 就每一件器物都使用一个独立的霞拨 磁制的一个胎去做霞 将密色瓷置于磁制的霞拨之中 再用油料将拨提给密封 从而杜绝明火叠烧的一些缺陷 凭借着对密色瓷的热爱 如今孙麦华 孙薇父子 施贞等一批瓷器传承人 依旧在这条路上执着地追求着 我们既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要大胆创新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断地强化 融化 创作更多的精品立作 这就是我的初心 近年来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强力扶持下 三十多家青瓷器具生产企业 研究所体验基地 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青瓷文化产业重新焕发了生机 也走进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短短十余年的时间 从观赏收藏价值为主的工艺品 发展到具有使用价值的日用瓷 瓷西的月瑶青瓷在创新发展中 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而与此同时 玉瑶青瓷也正在 通过另外一种艺术形式 向世人展现他的魅力 正在给孩子们教授青瓷乐器的 是欧乐团的主奏 白中华 作为青瓷欧乐传承人的重点培养对象 他常年致力欧乐的推广 创作和研究 在创作演出之余 他的青瓷欧乐文化巡回课堂 颇受孩子们欢迎 传承就是一个接力 每一次演奏和倾听都是一次传承 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让同学们 近距离地接触到青瓷乐器 亲身体验 只有自己体会过才知道它的神奇 欲教欲乐才更有意义 希望他们以后也成为欧乐传承人 发扬家乡的传统文化 如果说瓷器是文化的碎片 那么欧乐就是历史的回升 在一代代人的传承和弘扬下 如今青瓷文化正在以更加多样的形式 创新发展 在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激活他们的归属感和文化自信心 每天十分钟生活天动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再见